《珍惜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天,珍惜每个缘分,每个心,每一天》 不管你学博不学博,你都会很喜欢我讲的下面的话题 今天讲什么话题呢?讲给大家听 人跟人之间啊,为什么有些人脑子本来很清楚的,思维很敏捷 但是碰到了另外一个人之后呢,你的思维突然会打乱 要讲的话想不起来了,被他一讲话你傻掉了 或者停止了,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呢,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别人磁场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经常和一些脑子里比较肮脏的人在一起接触 他会把你的磁场污染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如果经常跟心灵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 他自己心灵会散发出的磁场,把你的心灵会净化 所以为什么要跟好人在一起,你会越来越幸运 你今天跟坏人在一起,你一定会越来越倒霉 举个简单例子,你跟赌鬼在一起,你是不是会越来越变赌博 赌棍 你如果今天跟一个好色的人在一起,你是不是整天就会变了好色啊? 你受他的影响了,对不对啊? 如果你今天跟我们学博的人都在一起念经,你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善良啊? 我们在这里不会骂人,不会偷东西,不会做坏事 今天大家散发出的磁场都是正能量 那你坐在这里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你想想看有些人,不要说跟人跟人的接触 就是打一个电话,对方哭哭啼啼的 你电话挂了之后,你的心情马上受他磁场影响 一会儿你会,唉,真没劲 对不对啊?很多人去参加完火葬场的追悼会,回到家里 人真的没意思,对不对啊? 你跟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有意思 因为我们讲的是,人不会死的啦 现在很多人问台长,台长你很厉害啊,你什么都知道 唉,手机有没有磁场啊? 当然有啦 手机你打了时间长,你头会痛啊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磁场干扰我们啊 对不对啊? 但是就像人跟人接触一样 虽然你没有觉察到他对你的这种影响 如果我们今天讲话 跟我今天说,唉,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边上来个人,好什么啊?昨天还阴天呢 你说,哎呀,这两天过年了,我们要开心一点 开心什么?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生活,能开心吗? 你想一想,他只要反对你,你已经被他的磁场产生混乱 他再讲第三句,你妈就,你给我滚蛋 来了吧?是不是受别人影响的? 所以你就会变得烦躁不安 这些都是人现实生活,学佛碰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思想一直很聪明很稳,很敏捷呢? 碰到什么人都想得起来 但是他碰到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讲话,他就傻傻的 你说人傻不傻? 人被别人外界的影响的已经大到不可能控制自己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被人家骗?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我们不是被人骗啊 我们连电视剧都能骗我们啊 想一想看个连续剧,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停的擦,还要看 你说我们被人家骗成什么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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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